9月10日,华为精心选择与苹果在同一天发布新机 然而谁能想到快两周以来,华为的机器还是一机难求 而苹果那边呢,连黄牛似乎都不愿意加价回收了 iPhone16很有可能遭遇到销售的滑铁炉 更为关键的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呢,对西方商品失去了信心 难道未来世界经济格局还要发生重大变化吗 这是什么事呢 这是一元串在驴巴嫩爆发的恐怖袭击 前两天,驴巴嫩突然有几千个BB机、船呼机 无预警的一个接一个的爆炸 一下子就造成了几十人的死亡 几千人的受伤 甚至伊朗驻驴巴嫩的大使都深受重伤 而且这还没完啊 不光是BB机寻呼机爆了 后来听说当地又有对讲机爆了 甚至人们担心手机未来会不会爆 当然,矛头直指以色列 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以色列在对驴巴嫩发动恐怖袭击 而且很多军事专家都说 经此一役啊 全球未来的战争方式都要发生变化了 以往我们知道 以色列凭借它强大的情报系统呢 经常能对外国的领导人进行远程的斩首行动 比如说上两个月 伊朗新总统就职典礼那一天呢 哈马斯最高领袖也到德黑兰去出席盛典 没想到他就在德黑兰被以色列远程击杀了 这种斩首行动挺让人害怕的 但是以色列这次策划的大规模的电子产品爆炸 更让人害怕呀 您想想我们现代人驴得开电子产品吗 驴巴嫩那块还用传户机 咱们这人人都用手机啊 手机简直是24小时驴不开我们啊 你不是手捧着手机在浏览视频看网页 你就会把手机揣到裤兜里 甚至有的人睡觉的时候 手机就放在身旁 放在大脑旁边呀 在这个状态之下 你的手机突然有一天变成手雷了 变成炸弹了 那真是防不胜防啊 大家知道吗 当以色列发动多轮恐怖袭击之后 现在驴巴嫩的老百姓都不知道 应当如何对待他们身边的电子产品了 当然有的航空公司明确的表示说啊 这个BB机是不可以带到飞机上的 驴巴嫩官方甚至要求老百姓 把你们的传呼机啊 对讲机啊 都锁到盒子里 离他们远远的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会突然爆炸 到底以色列是怎么操纵的呢 有消息说啊 他们是给这些传呼机里加了炸弹 也有消息说没装炸弹 因为如果装炸弹 你怎么通过安检呢 他们就是把这个铝电池远程给遥控爆炸了 但不管他们是怎么操纵的 真是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呀 这个消息还没完呢 俄罗斯那边又传出一个消息 俄罗斯车程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 前几个月呢 还兴高采烈的跟媒体炫耀说 马斯科送给他一台最先进的特斯拉电动卡车 他拿着AK47 在电动卡车上招摇过世 药物扬威 当然新闻传出来之后呢 美国媒体众声指责马斯科 说你怎么能自敌呢 你怎么能给卡德罗夫电动卡车呢 马斯科表示他根本就没有给 业内猜测有没有可能呢 卡德罗夫自己买了一辆电动卡车 然后炫耀 可是也就在最近这两天 卡德罗夫突然表示说 他那辆电动卡车开不了了 为什么呢 被特斯拉远程锁定了 远程禁用了 卡德罗夫正就这件事向特斯拉抱怨 卡德罗夫的这个投诉 可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 他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特斯拉这种最先进的电动车 它是可以被厂家远程遥控 远程紧用的 这可太可怕了吧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 前一阵子美国议员曾经讲过一段话 这位美国议员说 以后美国千万不要引入大把的中国电动车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如果有一天美国的马路上跑着上百万辆中国电动车的话 他说中国的电动车太先进了 现在的电动车就跟智能手机一样 中国政府可以随时随地透过电动车上的窃听器 录像机来搜集隐私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政府可以随时随地一指令下 让这几百万辆电动车通通趴窝 没办法在行驶 什么叫贼喊捉贼 这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啊 我们都没想到说我们要不要把电动车远程控制 但是美国人已经想到这一点了 为什么他们会想到这一点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啊 他们甚至都已经做好了预案呢 今天的苹果手机危不危险 今天的特斯拉电动车危不危险 本来我们普通消费者 都是把他们当作正常的电子产品来消费的 我们觉得人家设计的很先进 用起来很丝滑 所以我们是愿意购买的 但是就是最近这几天的这几桩新闻 让我们不由得背声一股寒意啊 是啊 以往我们担心的无非就是说啊 这些最先进的电子产品上面呢 有摄像机 有录音机 就像美国议员说的那样 谁用这个 谁就有可能你的隐私被刺探掉 哎呀 很多消费者早就有这样的抱怨了 比如说你刷手机视频的时候 你可能完全无意识的说了月饼一个词 你可能跟别人聊天 但是可能下几个视频就会出现月饼的广告 我们消费者被电子产品侦测隐私这个事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 可是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更为危险的局面 那就是你手里的手机有可能随时随地变成炸弹 你开的电动车 咱甭说它能不能变成炸弹啊 人家是可以真的随时随地远程给你叫停的 说不让你用 你就真用不了了 当然了 电动车那个锂电池要是爆炸了 那简直威力堪比炮弹呢 所以我不由得猜想 如果这几则新闻慢慢发酵出来 以后人们对西方产品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大家知道吗 雷巴嫩这些国家原来是很愿意和我国购买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的 但是美国政府过去几年肆意地打压我们的华为我们的中兴 不让我们去到海外建5G 不让我们把电子产品卖给别的国家 为什么 简直细思极恐啊 你想以色列是如何操纵BB机爆炸的 第一呢 就是那个BB机不是中国提供的 是海外其他公司提供的 现在有人猜是日本有人猜是欧洲 第二呢 就是他要透过卫星信号和5G信号 而这又是美国严厉打压我国的产业 换句话讲 正是因为他们在打压我国的高科技企业 他们才有机会搞这样的恐怖袭击 这也难怪有很多西方观察家说 以色列表面上看 他策划了一场非常完美的恐怖袭击 几千人伤亡啊 而且以色列简直是兵不血刃 毫发未伤 更为关键的是 他造成的这个恐怖效果太吓人了呀 你想啊 多少人现在手机都不敢拿到手里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啪的爆炸呀 但是这对于整条西方产业链的打击 也是极为巨大的 为什么 以后还有人敢从西方买吗 现在虽然调查还在进行之中 但是大概率我们猜测 以色列一定介入了这些产品的生产之中 他们在生产的时候就预先埋了木马程序 然后这一个又一个电子产品被消费者购买使用之后 以色列就可以突然有一天让它爆炸 同样了特斯拉也是这样 特斯拉是最先进的电动车 很多人都愿意使用 但是特斯拉是有这样的后门程序的 它可以随时随地把你的这辆车叫停 你想如果特斯拉有这样的功夫 那它制造起车祸来 岂不也是易如反掌 你开着一辆特斯拉车 在高速公路上 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行驶 突然之间 它远程把你油门关掉 有没有可能严重的车祸就会爆发 当然这一切都还只是我们的猜想 现在只是卡德罗夫指责说 他的特斯拉电动车被远程禁用了 特斯拉方面还没有回应 但是我倒确实相信 特斯拉是有这样实力的 因此啊 有多少消费者会怀疑起西方的生产略 咱就甭说别的国家吧 至少对我国的消费者来讲 驴巴嫩恐袭事件之后 很多人都说 哎呦 那还是买国产手机安全呀 当然我们也得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在国内买的iPhone手机 今天我们在国内买的特斯拉电动车 通通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生产的 在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严格的检验检疫标准的 所以我们倒是大可放心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危险 你难免就会有很多消费者说 那我何必呢 我何必提心吊胆 非买这些西方的产品呢 我们又不是没有相应的替代品 尤其是那个华为手机 它比苹果更香啊 而且近一年以来 特斯拉在我国市场上的销量 实际上是不断下跌的 已经排不到前面了 国产的电动车 已经杀到50万这个区间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呀 接连的恐袭和停用事件之后 真的会让很多消费者 对西方制造产生怀疑 现在都不是钱的事了 都不是性价比的事了 也不是品牌价值的事了 而是安全的事了 所以以色列这个行为 那妥妥的就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以色列貌似很轻易的 搞了一场恐怖袭击 但是赔上的是 所有西方商品的声誉呀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对我来自然是 两次提案 234 4 7 5